在一家诡异的餐厅里 所有食客衣着光鲜 一看就是上流人物 他们疯狂地进食着 丰盛的米其林大餐 但奇怪的是 在这偌大的餐厅里 却没有一个人说话 只要吃得越多 最后的下场就越惨 仔细一看 这些飘香的食物上 还带着一丝丝血迹 菜品种类更是五花八门 美味的米其林香肠 还有动物的内脏 往下就更厉害了 这是烤兔子 烤脑花 桌上还有狗头 豹子头 就连鳄鱼头都是其中之一 能享受这些食物的人 肯定非富即贵 果然 食客们看起来都气质不凡 有的如同贵族 举止优雅 有的身穿军装 正义领人 还有的像是宗教首领 但无一例外的是 每个人的身上都略带灰尘 在服务员的指挥下 食物不断往餐桌上增加 所有人都在不断进食 但在他们中间 有两个人显得格格不入 一个是病入膏肓的男人 无法进食只能看看别人 另一个则是一个神秘的美女 她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并没有拿起刀叉吃东西 一脸抵触地看着周围的人 可惜的是 没有一个人理会她 服务员还在不断上菜 食客们也更加兴奋 咀嚼声充斥着餐厅 尽管只有刀叉碰撞的声音 但食客们杀气腾腾的眼神 却让人毛骨悚然 仿佛在向对方挑衅 突然地板传来了 断裂的响声 服务员把手中的盘子 放在餐桌上 相互对视一眼 然后默契地推后了一步 这桌客人正在沉浸时吃饭 突然听到地板断裂的响声 接着一桌人全部掉了下去 而服务员却淡定地记下一笔 用对讲机说了一句 所有服务员连忙收拾东西 从楼梯处赶到了下一层 随着吊灯的缓慢下降 一个女食客抬头 看了看天花板上 竟有无数个洞口 很显然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下坠 服务员赶紧帮食客 胆去身上的灰尘 但食客们似乎见怪不怪 都还没清理干净 就立刻重新拿起刀叉 把食物往嘴里扔 似乎他们不能离开餐桌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吃 但就是停不下来 接着新的美食陆续登场 这些食材也更加珍贵 甚至有新疆藏羚羊 和撒哈拉大犀牛 食客们仍在疯狂地进食 可那位美女却依旧拒绝 服务员不顾阻拦的 继续往她碗里加菜 很快这里又塌陷了 食客们掉到了下一层 服务员再次加速跟上 可这一次 服务员还没来得及上菜 餐桌和食客又掉入了下一层 还没等服务员靠近 就听到地板滋滋作响 于是他改变主意 带人直接去了下一层 迎接随时会掉下来的餐桌 这是一场永不散场的宴席 餐桌上各种米其林大餐 可食客身上早已落满灰尘 他们神情麻木 毫无知觉 这是一个男人露出诡异的笑容 随后拿起食物开始大快躲 带着众人又开始疯狂进食 眼神里还透着一股狠劲 由于没有继续上菜 餐桌上的食物也所剩无几 于是他们顾不上礼仪 放弃刀叉用手进食 甚至抢夺别人的食物 就连拒绝品尝的美女 也开始慢慢进食 她似乎被感染一样 陷入了无止境的欲望之中 她的眼角默默地流下了一滴泪 似乎在宣告她已经放弃了抵抗 就连抢食的动作都那么得心应手 所有人都被欲望填满 此时 天花板的声响越来越大 服务员们早已准备救训 随着一声巨响 餐桌掉落下来了 可她并没有停止 而是一层一层 永无止境地掉落 似乎任何一层 都无法承受他们的重量 就像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 服务员嘴边出现了 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 仿佛一切都在她的意料之中 短片到此结束 这部短片在国际上获奖无数 感觉与饥饿站台十分相似 引发了人们的无限思考 在社会的大环境下 谁也无法逃离自己的作为 即便是人间清醒的美女 也无法改变身边的环境 只会慢慢成为其中一员 人生 无论如何抉择 终将一步步走向尽头 一旦被各种贪念占据 我们就会堕入地狱 一层一层永无止境